来 喂 我 喂 童童睡了吗 刚躺下 你今天晚上没有应酬啊 没有 那 那能让童童听电话吗 等一下 童童 妈妈 把八丫讲故事 你跟我一起听好不好 好啊 爸爸 快点开始吧 那我们来讲一个 灰姑娘的故事好不好 好 有一个富翁 他的妻子 生下了一个小女孩以后就去世了 后来啊 这个富翁又帮这个小女孩 娶了一个后妈 这个后妈又带了两个女儿过来 后来呢 这个后妈的两个女儿 天天叫这个小女孩干活 他们管她叫灰姑娘 什么是后妈 后妈就是不是亲生的 比如说 爸爸如果喜欢一个女朋友结了婚 那 你就要叫她后妈 爸爸 我不要后妈 童童 爸爸还没有讲完呢 后来啊 有一次王子要在王宫里面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 他要了全城的姑娘来参加 他想要在这些姑娘里面呢 挑一个做他的未婚妻 灰姑娘去了吗 灰姑娘 王宫在仙女魔法的帮助下 穿了漂亮的水晶鞋和衣服 可是有一个规定 那就是 他必须在晚上十二点之前要回去 因为魔法过了十二点之后呢 就会失效 他去了 后来呢 他去了 王子 王子见他第一眼就爱上他了 他们两个就这样 一直跳舞 跳舞 跳舞 直到十二点的钟声响起 灰姑娘才慌慌张张地 逃走了 在路上 王子找到了他遗失的一只水晶鞋 所以后来王子 就派人 挨家挨户地 一户一户 仔细地找 他希望可以找到 可以穿上这双鞋的女主人 福翁的两个女儿呢 他们两个强着穿 可是怎么穿 就是穿不下 后来这个父王想到 我还有一个女儿 你的水晶鞋呢 我没有水晶鞋 爸爸不是在问你 那你问谁呢 你 你是在问我吗 穿上来找我 可是 可是你不是我的王子 灰姑娘要找的人 是真心真意爱着她 想着她 能带给她一辈子幸福的王子 而不是 满足她所缺失的 完整 为她牺牲的人 我认为她今天 是真心的 我认为你 每个人都还要 还能干净 是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月琴 谢谢你给我介绍一个这么好的项目 六叔叔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有时间长到家里去玩啊 嗯 一定 回头我再打给你 好啊 六叔叔再见 好 六叔叔再见 再见 再见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说得没错吧 你怎么报答我 赶快带我吃衣庆祝庆祝吧 嫌疑刚刚签完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费了那么大劲才帮你联络好 这么小气 带我庆祝都不肯 不行 你今天一定要带我出去玩 别闹了 我真的有事情要忙 改天再庆祝吧 我 我 大小姐臭帘一张干吗呀 来 笑一个 来啊 我以为我好运呐 大小姐今天心情好 想起来请我吃饭 谁知道啊 一句没胃口又不吃了 不准一个怨妇拿我撒技吗 谁是怨妇 都是你这些臭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别这么说话行吗 你身边这个男人 永远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陪你吃饭 任劳任怨 你还想怎么样 说话别一干擀 打翻一船人 是吧 哦 一定是相公子 又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吧 是吧 我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帮他们和乐家 牵线搭桥 刚刚连合同都签好了 我让他带我出去庆祝一下 这个要求过分嘛 可他竟然一声不吭地就走了 莫名其妙地抛下我 这算什么 当我是一次性筷子 用完就扔掉 我说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以为男人在外面 做事那么容易啊 商场如战场 一不留神 把身家性命都赔进去了 你以为跟你似的 千辛小姐 养尊主优 成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你有没有替向俊想想 那向氏都快垮了 他有心情跟你庆祝吗 你说得好像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告诉你啊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尤其是我们男人 想在外面挺着腰板 做人风风光光做事 没那么容易 就像你这样 成天跟小孩似的叽叽喳喳 哪个男人受得了 更别说爱你了 男人喜欢什么 男人喜欢外表温柔 内心坚强的女人 你呀 趁早赶紧回家修炼修炼 省得葬你爸手里 大叔你很懂啊 那是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啊 刀挨多了 就什么都懂了 那 大叔也有脆弱的时候啊 我是个东北纯爷们 不会脆弱 不信 对了 大叔 你刚刚说的那个 大女人的意思是 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又成熟稳重的女人吗 对 大叔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 没错 向俊一定也喜欢这种女人 对 还得性感 我看他以前喜欢的张曼迪 就是这个样子 大叔 我以后要顾你为恋爱顾问 再有什么问题 我要第一时间问你 我就不信 我还拿不下这个男人了 行 但我收费贵啊 没问题 我按分钟计费啊 跟向律师一样 都说了没问题 大叔 跟你聊半天 我现在好有胃口啊 你想吃什么 我们去吃饭吧 走 我 包 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呢 路过 顺便来看看你 你在这儿等了多久了 我